做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佛神 主要你看过这个课堂 是同学们能够积极地完成作业 主要你们以后看过我们 能够使这故事课来 能够讲好一点 语言老师的语言清洗 速度放慢 是同学们听得清楚 能够真正的造就人 祷告分我主耶稣记得了 您喜欢 这个故事三水篇八月份 张晓芬的故事行 我们讲了于秋里的道士塔 然后我们今天来讲 欧阳修的字文庭界三水 是个文言文 最后一篇是安徒生的童话 天国花园 就是伊甸园的意思 但作业我没看到大家写的文章了 这个故事行 你读两遍 于秋雨的先生写的这个 没有 也没看到大家的作业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写 你有没有出去玩呢 你们各位同学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没有 都没有写 是不是没时间写 还是不会写 可以吗 这文章是你们不会写了 还是没有时间写 还是怎么的 我个人的一个作业都没看到 老师我不会写 不会写 其实告诉我 我不会写 没事 那都学几篇 都学几篇 都看一下 其实你阅读的书越多 你就会写 它就跟你阅读一样有关 就是输入 老师的只能给大家 讲一篇这两篇 那平时的你 如果你不会写 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羞耻的 你都读一下 只是你读的太少了 就这一个原因 你知道吗 你输入的太少 你看到饿肚子的原因 是为什么饿肚子 问大家 我没有力气 我肚子很饿 是什么原因 我没有力气 我肚子很饿 什么原因 没吃饭 对啊 我只吃的太少了 对不对 我没吃饭 或者是吃的太少 早晨呢 忙着要去上学 就吃了一个包子 后来把豆浆 就走了 那么中午还没到 怎么样呢 你就肚子很饿了 然后你软面明的 坐在教室里头 那怪谁呢 那怪谁呢 没吃饭 也是一样的 你写文章写不出来 你不知道怎么写 跟吃饭的道理一样的 你读书读得太少 知道吗 你读得多了 他自然会写 明白吗 希望大家来 我推荐给大家的书 一个是那个 这个鱼秋雨的文化苦语 你可以买来读一下 还有一个 关于这个 张晓峰的故事型 张晓峰的散文 你可买来读一下 我再推荐给大家 写得蛮不错的 这两个 一个是基础图 一个飞机的 都是很有文化水平的 写出来的东西 都有深度 那进去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就古文光子 大家看这本书 古文光子 那么我们中国人 你要了解古文的话 同学们 那么最好的一本书呢 就是古文光子 在中国历代的散文 它有个精选 但你读的时候 有个前提 就是尤其你仍以 被这个东西吸引过去 我小的时候不信耶稣 大概从15岁开始 我就买了一本古文光子 不是这个版本的 我这个版本不太好 你不要学我的 这个因为是便宜 我在旧书店里头买来的 版本不太好 买了个中华书局出版的 那我买的这本呢 我买了看了一下 为什么没有注释 那我们怎么样学习古文 给大家讲一下 你首先这时候把圣经读两遍 我女儿也是这样 圣经这时候读两遍以上 人家学院小教理问答 你只要教育 你才能够怎么样呢 熟悉圣经 只要教育 你才能够进行 独立思考 和批判分析 有一些家长 很盲目 我是中国人 我学习中文 我学习中文那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天经地义的嘛 但是你得有个根基 你能够进行批判能力 你必须有一点的批判能力 我特别写了一批文章 你爸爸妈妈可以看一下 独立思考和抬杠有什么区别 抬杠谁都会 我不扶你 我不转你 怎么呢 你说什么 我就给你抬杠 这个呢 你不读书也会 但是独立思考 和批判分析能力 你需要 这个词语是什么 是产生的 是产生于宗教改革的时候 你要能够回归圣经 你得有真理的基础 你得掌握教义 然后呢 你最好是受你的逻辑训练 你不能瞎掰人家 你没有逻辑 你没有一点的文法素养 你都不懂别人的意思是什么 你去批判人家什么 你批判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前在十七世世纪的 十八世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 一个牧师呢 叫莱特牧师 莱特牧师呢 他有一天 睡觉 他睡在哪里呢 睡在朋友家里 他朋友呢 是哈佛大学的校长 他睡在他那里 哈佛大学呢 原来是美国 什么长老会的一个大使大学 我不记得了 忘记了 然后睡在那里 两个人聊天 就谈到人 可不可以飞到天上去 按照一把物理学常识 你是飞不上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空气的比重 比人的比重呢 要轻很多 人又不是鸟 怎么能要飞到天上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人怎么能飞到天上去了 人又不是小鸟 空气的比正又轻 人的比正又重 这飞不上去啊 对不对 你觉得对不对 对 对啊 讲话的人 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校长 一个是改革政教科目的末世 都是很有 很博学的 可不是那种乡下的老太太在聊天 不是的 但是很搞笑的是 莱特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呢 没得读大学 就是中学毕业了 在家里面靠了一个铁匠铺 他们就是靠铁匠的 两兄弟在那折腾 他们呢 很喜欢做手工 跟他爸不一样 爸爸是牧师 他喜欢做手工 然后发明了人类的第一架飞机 有没有飞到天上去 有没有飞到天上去 莱特兄弟的儿 莱特兄弟有没有飞到天上去 没有 飞机飞到天上去 是不是算不算 都飞上去了 大家没人听啊 你不要随便下节路 知道吗 不是你不懂的东西 你不要随便下节路 你不要以为我是莫师 我又很博学 我觉得别人就指手话讲就可以 知道吗 莱特兄弟 兄弟就是莱特莫师的两个儿子 他们就发明了飞机 就是在天上飞 当时发明的飞机 是个雨一样的 有个空壳子 不像井井的飞机一样的 有个空架子 然后呢 他请人造了一个动力 他说吉玛丽 我忘记了 然后就飞到天上去了 飞机呢 人呢 就站着那个雨一争结 就像鸟样飞的 它就是模仿鸟的翅膀 里头是空的 这么飞到天上去了 令这个流体力学 就飞到天上去了 只是后来呢 把它改成一个空壳子了 像蜻蜓一样的 现在的飞机像蜻蜓一样的 就越来越大了 但这次第一个就像鸟样的 在天上飞 一个人 对自己不懂的东西 不要随便开口 我们的独立思考 独立分析 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同学 或者老师来说 是个陌生的东西 是个陌生的东西 古文官子怎么学习 我给大家一个家长 建议 孩子们至少圣经读两遍以上 把小教理文大学完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学一些在逻辑学 在出生阶段 学古文官子 不要在小学阶段 学古文官子 你学不好 你学不好 因为里面很深奥的 哲学思想 有深奥的儒家哲学 或者是儒教的思想 你分辨不出来 我今天给大家讲欧阳修的 讲其中的一篇 是我小时候学习的 你给大家今天介绍一下 我们读书先读人 欧阳修 是圣朝人 生予了一零 注意这个书牌字 要从右边读到左边 来左边读到右边 书牌字 从右边读到左边 来左边读到右边 我问大家 哪有同学知道 中国人的组解 右边读到左边 还是左边读到右边 右边读到左边 对 讲得很好 横的 是一语一样的 是左边读到右边 而树的字来 从右边读到左边 西部来语 阿拉伯语 到经济为止 也是这样的 从右边读到左边 那我们也是这样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 写对联也是这样的 对联的话 对联是右边读到左边 还是左边读到右边 对联呢 对联是左边读到右边 对联是左边读到右边 右边读到左边 选对 你们家里替的一个对联呢 问一下 那谁啊 右边读到左边 还是左边读到右边 没事把话筒关一下 你们说 对右边读到左边 对右边读到左边 注意啊 你知道这个 我们有读到的组件 就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树牌子 我故意这么搞的 我故意让大家 介绍一下这个古书的一个特征 其实我不是专门学古书的 我是学学外貌的 欧阳修1077年8月6号出生 1072年 后来68岁 65岁 自永苏后罪文 往后六一菊氏 菊氏你听到的是哪个人不知道 有谁知道吗 菊氏证明他姓什么宗教的 三人是姓道教的 昨天我们学了三人 那个孟 孟什么 我忘记了 孟后然 孟三人 那么他叫菊氏 说明他姓什么宗教的 听我讲过佛教历史的同学 知道吗 菊氏是什么人 都不知道了 都没学过中国历史 跟我 一个同学都没有 这里 一个都没有 各位同学 都没跟孟老师学过中国历史 一个都没有 佛教 佛教嘛 菊氏是佛教的成果 在家里面没有出门变成比丘尼 比丘尼就是尼姑嘛 还有没有 沙弥就是和尚 没有变成沙弥 在庙里头 或者尼姑安里头来生活的 这样的佛教徒来带在家里面娶妻生孩子 叫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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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意思 江南西路人 急走 奴隶人 就是今天江西极安市 叫江西人 江西在中国盛代的时候 它的存在感是最高的 从中国的南盛开始 从历史上面 从南盛开始 中国的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方就是南方 北方就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落后 除了北京以外 为什么北京有钱 把全国的钱挪到那里去 北京当然有钱了 对不对 真的来说北方越来越落后 南方越来越有钱 像什么时候开始 从南盛开始 南盛的时候 江西人的存在感是最高的 不像今天 江西南城在哪里 江西奴隶在哪里 江西的赣者在哪里 一般人不知道 那不关心江西 江西没有存在感 以前不一样 上朝的时候 江西人是最有存在感 浩罪文江西 奴隶永分人 景德四年 出生于绵州 四川绵阳市 北圣的一个政治家 一个文娱学家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子 欧阳修 他的爸爸担任景州 军事推广 就是跟着他爸爸 出生在 生活在绵阳 就这样的 但是他妈妈 父亲死得很早 他跟着他妈妈 相依为命 他妈妈是个 苏小盟弟出生的 然后投靠了 他叔叔欧阳叶 这个叶子 到湖北隋州 这里受教育 他家里比较穷 比较穷的时候 读书 妈妈怎么叫儿子读书 用那个芦苇杆子 芦苇杆子 在那个泥地上面 沙地上面写字 叫欧阳修 这欧阳修 从小就是 穷奉好许 比较有出息 他说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1030年 考证了电视 进了监视 就给大家讲一下 晚年因为这个 宗教 不是宗教改革 中国历史上面 有一次改革 就是 叫什么改革 范仲淹 清历年间 给大家讲一下 有一次改革 那么范仲淹呢 另外他是社会底层出现的 社会底层出现的 进行改革的时候 被贬低了 他贬低到 今年的湖北宜昌 这里没有宜昌的同学 我记得以前有蔡 有个姓蔡的同学 是宜昌的 这里有谁是宜昌的吗 知道吗宜昌 在宜昌在哪里 有时候这宜昌在哪里 打开中国地图看一下 宜昌隋州这些地方 宜昌隋州 隋昌还好点 看看宜昌在哪里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中国地图 中国地图 中国地图 看小湖北的地图 你找到湖北那个地方 看了 各位同学 找到湖北 中国地图的湖北 你看宜昌在哪个角落里头 还有个楚州 同学们翻一下 你也知道他多么的委屈 大家看看那个长江边 那个隋州在哪里 看到没有 各位同学 看看中国地图 隋州 还有宜昌 看到宜昌在哪里吗 湖北的宜昌 看到没有 各位同学 看到了没有 看到宜昌吗 看到吗 宜昌没有 可能都没看到 看到了 是 对 你知道宜昌多了多 现在的宜昌还好一点 同学们 现在的宜昌好一点 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了 经济发展 宜昌属于山峡那个附近 那个地方怎么样呢 以前是穷山恶水的地方 知道什么 那个地方人际罕至 很难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山峡以前没修 山峡水电站的时候 那个地方呢 山峡那个放木牌 那个是个要命的地方 一个人不敢去 他们叫做这人 再就看了安徽 欧阳修呢 他编写了一套历史书 五代历史 五代史记 他不光是个文学家 也是个历史学家 在清理四年的时候 他先贬低到宜昌 然后又贬低到渠州 大家放到安徽的渠州 安徽有没有地图 放到安徽 安徽省 安徽省的渠州 今天安徽不落后 今天的安徽发展得很好 但是古代的安徽呢 也就不好说了 你放到安徽了 各位同学 有中国地图的吗 放到渠州 安徽的那个北部 安徽的北部 有个地方叫渠州 这个地方呢 在历史上面 什么人多 土匪多 穷人多 还有个凤阳 说凤阳到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成出了个朱皇帝 十年到九年荒 啥意思 这个地方穷啊 是宅货啊 看到到渠州 有个罪问庭 看到没有 狼牙山 狼牙山罪问庭 看到吗 同学们看到了没有 都看到没有 给我个信息啊 你有没有看到了 你看不到 我等你一下 同学们看到了没有 看要翻地图啊 你不能够光听我一个人说啊 这样子你这个直觉的一个印象啊 我不可能带你去涂州去这个旅行啊 现在我没有这个钱啊 我没有这个时间呢 看到吗 再来到沙海到北京的铁路 这些金户高铁旁边 有一个旅游景点叫狼牙山啊 在除州旁边狼牙山 狼牙山那里呢 有个罪问庭啊 就是我们今天讲课要讲的地方啊 你看到吗 除州 除州旅游景点是安徽比较重要的一个啊 是啊 看到了没有 我们其他都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啊 不跟大家讲了 那个欧阳晓其他故事 他就参加过啊 他是个政治家 但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孩子来看热闹的 我就不知道你们了啊 到底敢来学习的还是看热闹的 我就不知道了啊 只得你得上帝负责任了啊 好 我们今天呢 学习了自问庭记啊 这个上课也没什么热闹好看的 你愿意学习呢 就很好啊 你不愿意来学习 再看热闹了 也没得过益处啊 那么最问庭记啊 各位同学 最问庭记就是欧阳修啊 参加政治改革啊 就盛朝有一次政治改革 就是范宗妍他们发起来的啊 叫清立新政啊 希望呢 改革盛朝的这个社会制度 想起来人没必要讲 改革的很失败 失败了 欧阳修呢 被贬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隋州 不是出来 一个是湖北的遗仓 那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那古代的楚州呢 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今天的安徽发展的很不错啊 大家知道国家主席 原来胡锦涛是哪里人在这吗 有时候国家主席 胡锦涛安徽人 对 还有一个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是哪里人在这吗 是哪里人在这吗 对啊 李克强是哪里人在这吗 哪个省的 不是地面 李克强上一届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是哪里的人在这吗 也是安徽人 也是安徽人 还有那个 上一届那个 人大政协 人大委员长 原来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 知道是哪里人吗 安徽 也是安徽人 安徽 朱元璋那个黄帝是哪里人 安徽 也是安徽人 后来安徽变得很 因为这么多皇帝 这么多国家主席 还是领导 都是安徽人 那安徽人差到哪里去 当然不是差了 但以前不是这样子 不怕什么关系 那以前的安徽这个楚州 你看到地图 靠近什么 徐州 楚州 徐州 山东 江苏安徽这个交界的地方 自古以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 历史历代的人民战争 农民暴动 是这样爆发的 包括 绿合团运动 都从这个地方闹起来的 这个地方一般人就不愿意去 欧阳西兰被贬到这里来了 不是他自己想来的 贬过来的 穷山二水 破腹刁民 那个时候 那些土匪杀人 那就不眨眼了 可以说 后来中国历史的皇帝 把这个徐州原来是很大的 一部分划给山东 一部分划给江苏 一部分划给安徽 把它分成了几块 为什么要分成几块呢 免得他们造反 免得他们闹事 把你分开 你怎么着 没怎么着 对对 所以徐州这个地方呢 无论是 人文环境 还自然环境呢 都是很糟糕的地方 该怎么 历史上很糟糕 那么欧阳修呢 就贬到这个地方来了 他是个佛教徒 那么佛教徒遇到环境呢 他就处置泰拉水域而安 他就是一种豁大的心 就说就来了就来了 来了就喝酒就完了 就写了这些文章 罪文亭记 这里有个亭 有个小亭子 不但现在的修的大家注意 我没去罪文亭 我告诉大家 现在的景点 在历史上面没这么大 扩展的速度往往是两倍三倍 大家知道吗 你现在去一个旅游景点 你去游玩 哎呀怎么这么漂亮 那古人那些这么好啊 假的 都是现代中国人修的 我去过广州那个陈家池啊 一些我们老家的 那个培根亭啊等等的啊 都是后世的人修的 因为古代中国的建筑呢 是木头的 木头的人啊 能保留一百年两百年 但已经很厉害了 一般人就百了 因为呢 一般的木头都有三木 那是栏木啊 栏木普通老百姓不能够用 只能够皇家使用 金丝栏木啊 现在你如果找到金丝栏木 那给卖几千万的 就不讲那些东西了 讲周文亭记啊 周文亭记在哪里呢 文言文讲的 欧阳修史唐胜八大散文家 中国历史上面呢 最擅长显散文的八个人之一啊 唐朝的韩育柳正元啊 然后呢 宋朝的呢有七个欧阳修领袖 然后呢 苏家三子弟啊 苏寻苏泽苏公啊 苏泽苏寻还有苏苏啊 父子两三个啊 还有一个曾贡 还有一个王安史 就是加起来就是唐僧八大加 散文是这么开始的 凡楚五皆三眼 楚走这个地方 凡楚五皆三眼 这个地方呢 比较平 凡楚五皆三眼 对于楚走这个地方的周围呢 都是山 西南 这个是个很艰难的地方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 如果从生活的角度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你想想看 你待在一个地方到处是山 你怎么是滋味 我一个朋友啊 以前是同事 他跟我们讲啊 他在贵州 贵州的什么县呢 他们吃饭 比如说我这里喊啊 我这里同学啊 我喊一下杨玉爽 到我家来吃饭 能不行呢 能来 上午动神 下午到你家来吃饭 为什么呢 我喊一句 你可以听得见 杨玉爽 来下来吃饭 杨玉爽听见了 然后呢 他打个包 备了东西 到我家来吃饭 还走半天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住在那边的山摇 山摇中间 我呢住在我们的山摇中间 他成了山摇下来 然后又上山到我家来吃饭 还走半天吃饭 方不方便你们说 方不方便 不方便 你待一天没关系 到处是风景呢 你去旅游 你开车 做什么旅游 现在叫什么 家庭旅游 带着老婆孩子 但是你天天住在那个地方 以前还没有公路 没有车 但是这地方叫 樊处街山也 交通封闭 去西南珠峰 就是他西边的各种山峰 零鹤优美 我觉得什么呢 山林鹤呢 鹤就是沟 零鹤优美 大家把这个片子 抄写一下 这些生字生词 你要抄写一下 鹤呢叫山沟 两者三字节 又叫流水的水 叫建水 零鹤正节流的水 叫建水 零鹤优美 万者蔚然而深锈者 看上去呢 一瓶蔚 蔚然就是一个 现在这个山势 红吻很大 很广阔叫蔚然 而深锈者 深锈呢 锈就是美的意思 颜色很深 秀美的地方叫狼牙也 狼牙山这样子 以前拍了个电影 叫狼牙榜 狼牙山 就是在安徽境内的一个山 叫狼牙山 三行六七里 这是换句 每一个字 词先要认识 先认识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万者蔚然而深锈者 狼牙也 三行六七里 在山上呢 走了六七里路 他们出去啊 既问水声残场 听到来了残残的流水声 大家把那个字和词 操一遍啊 因为这是陌生的 对你们来说啊 是个陌生的词 操一遍 卸出于两分之间啊 在两个三分之间呢 有一个流水呢 怎么练出来 不是那种瀑布啊 瀑布是很宽的流水 叫瀑布 很宅的流水呢 一般叫 线啊 线叫见水 见水 两分之间 他就给他取一个 叫亮泉眼 亮泉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应这个颜色啊 亮泉呢 是应该亮酒的啊 古代现在就是说 你亮酒啊 你不能随便找自来水啊 去勾兑 当然古代没有自来水 也不能够随便找一些金水 大家注意啊 因为金水里面呢 旁边比如说你的牲口 你要尿啊 或者说你的水道啊 这里有些啊 有机肥 那么这些水分呢 会进到你的井里去啊 所以你亮出来的酒呢 不是最好的 那么你要亮酒好酒 没酒了 水非常重要啊 就找了什么呢 山正的泉水 山正都是树木啊 还有沙土 这水进行过滤 还有矿物质 有机物质 这种水呢 很甜啊 叫礼泉 亮 叫礼泉啊 这里叫亮泉啊 因为亮酒很好啊 峰回路转 峰回路转是个成语 大家朝鲜一下 峰回路转 有亭 有亭依然与泉上者 有一个呢 小亭子啊 一个小亭子 像那个鸟的翅膀一样的 落在那个水泉上 叫醉温亭也 就是欧阳学生 因为他是当地的官员 来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醉温亭 就这么来的 这个亭子什么时候修的呢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 做亭子谁呢 三字 神旅 自先也 谁修了这个三亭呢 和尚 和尚 中国古代的人啊 认为一个人修行积德 有几件事情啊 就修行 其中有一个叫修桥补 实际积善心德的心 还有一个呢 救人与危难 这也是呢 帮助孤为寡妇 赡养老 老人 这都是积德的事情 那么谁愿意做积德的事情呢 中国古代的和尚 和尚他发源了 搞了一些钱 对不对 那么搞了一些钱 不能说你自己享受 那干的什么事情呢 在当地来修个亭子 方便这些人来旅游的 夏天很热 对不对 在山上呢 来承揚 那也许个休息的地方 你不能往地上捉嘛 对不对 那么和尚呢 一个叫自贤的和尚呢 就这里呢 修了个亭子 名字在随太守自卫也 就是他是牡邻太守 就除了这个人的太守 就是太守相当于 现在的一个县长 或者说一个市长 就这么一回事了 大家这话看得懂吗 这文艺文都看懂了吗 我这么讲 你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有没有不懂 你不懂的地方你就问我 你说我得哪个字没懂 因为是文艳文 太守自卫也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 太守就陪同客人来到这里喝酒 饮少折罪 这个折字 再折写一下 折了就一会就醉了 年幼最高 故至好月最文也 古代的酒本来度数很低 圣代的酒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啤酒的这个度数 那古代的酒呢 是那个捏 捏碎出来的 现在的白酒呢 是那个水中流出来的 所以度数很高 给五十到六十度 甚至九十度的温 他度数吧 他这里喝酒呢 很快就喝醉了 给他取了个名字 醉温之 故至好月醉温 温呢就是老先生 老先生的意思 老头儿的意思 温呢就这个意思 醉温呢就喝醉了的老人 醉温之意 不在酒在乎山水之言 不是说这顶酒啊 真的能把我搞醉 我的心 你不是喜欢喝酒 我不是个喜欢喝酒的人 就是这个醉温之意不在酒 今天有这个成语啊 大家注意啊 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 我到这里来 不是我家里没酒喝啊 喜欢这种 S呢在乎山水之间也 我喜欢这里的山 喜欢这里的树 这里的山和水呢 都是我喜欢的 山水之乐得之心了 而遇之旧而言 这山水之间也什么快乐的呢 山水是什么好快乐的 你怎么值得快乐呢 我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那我们咱们喝酒吧 我心里头体会到了 这个山水之间的美好 虽然我被贬低了 我先贬低到了湖北的宜昌 现在又贬到哪里来了呢 贬到了安徽的楚州 都是荒山野岭的地方 都是穷山恶水的地方 虽然我来了 但是呢 我觉得山水之间 我叫水与安 知道吗 这些人货达 我也不给 你包边有什么用 我昨天跟个同学 我们都是五十岁的人 他在内地教书 我在深圳教书 我跟他不是 他像佛教 他来不排斥我信耶稣 我经常跟他讲一些 耶稣基督的事情 我说我们在人世间 不管你对家庭 对社会有什么不满 你不要抱怨 你抱怨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怎么不抱怨呢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长管万有 但佛教徒呢 他追着祸大 随于而安 来到山水吧 青山恶水 那我山水很美啊 对不对 在乎山水之乐 我享受山 享受这里的水 我心情很好 然后呢 我喝口小酒 就这个意思 明白吗 不是我的酒 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没有 我一点酒 把我给搞醉了 就这个意思 好 这上面的话 你们都看懂了吗 把这个老师给你们 用黄色标记的地方 你都朝显一下 这些字 都对你们来说 有点的难懂 朝显一边呢 你的记忆就会很深刻 下一次怎么样呢 你就很快能够认识了 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九点二十一过来 为什么九点二十一过来啊 神龟死了之后 大家还在对他祭祀 一直祭祀到今天 我问问你们 假如说 我们大家都像你神龟一样 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 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 受人香火呢 说庄子说这话 夜尾途中 就是这个神龟啊 摇着尾巴 在那个泥水里边 自由自在的爬行 就这个意思 说你是愿意这样呢 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 在那受香火呢 庄子这个问题 提出这两人 愣了半天 庄州先生 那当然 愿意夜尾途中啊 那样自由自在做好啊 是啊 回去你们就跟 楚威王去说吧 你就说 我庄州 愿意夜尾途中 不愿意到庙堂上 去受香火 这个宰相的官职 够高的了 这两车东西 也够多的了 但是 我无福那曲 请都带回去吧 走吧 几句话 把这两位大臣 给打发了 但是夜尾途中 这条成语 就这么留下来了 彼此之后 要求的是一种 自由自在 而不想着 去到庙堂之上 享受那种 荣华富贵的意思 接下来给您说的 第二条成语 这第二条成语 叫破秦是绝 说的是在晋朝 有一个人姓戴 叫戴魁 这个戴魁 广揽波读 而且弹的一首好琴 戴魁这个琴呢 在当时 可以说享誉全国 都知道 戴魁是弹琴的高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后来戴魁这个人呢 就到在浙江一带 演绝起来 演绝起来 也不当官 什么事都不做 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 戴魁这一演绝起来 这个晋元帝 有个儿子 叫司马西 司马西呢 后来当了太宰了 太宰呀 那像丞相一样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个司马西 听说 戴魁弹琴弹得好 于是派着手下的人 到戴魁那里 说把这个戴魁给我请来 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 给我弹琴听一听 同时我还准备 把他留在府下 我给他一个官当 没事 就让他弹琴 供我欣赏 供我取乐 首先那个人就来了 骑着马 找到了戴魁这里 到戴魁的家里 进门之后 两个人心想 这好事一说 肯定就跟我们走啊 就跟戴魁说了 说戴先生 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 想求您 到太宰府里边 应一份拆 给您呢 到月开签 只是您到时候 就给我们太宰 弹一首琴 就可以了 戴魁一听到这 戴魁就说了 我不去 啊 您不去 那可是上太宰府 我知道 我不愿意去 我说戴先生 您可想明白点 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来的 专门请您去的 如果说您要不去 太宰 知道是什么官吗 大进国朝 可以说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说一句话 大伙都得听 您 是一个平民百姓 您要不听的话 您得考虑后果 戴魁一听这话 更来起 我不去 哎 别讲 您别不去呀 给您这工钱可少不了 据我所知 可能得积不了银子 再者来说了 您要给他太宰弹琴 这秦要是谈得好了 太宰一高兴 还另有赏赐啊 那您可就发了 他一说这句话 这戴魁更不乐意了 我跟你说过 我不去 不去 就是不去 你不去 你要不去 说不定 说不定 我们的太宰派人来 把您抓了去 戴魁一听这火就更上来 伸手到旁边 把这秦就拿起来 啪啪一下子 摔碎了 看见没有 秦我把他摔碎了 我看你们谁还让我谈 这就叫破秦是绝 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 破秦是绝 什么意思 就像戴魁这样 就是不攀夫权贵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期大话成语 我们就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今天呢 先给您说一个 一步一驱 出自庄子 他说的是 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 叫燕辉 有一次这个燕辉啊 就问孔子 孔老师啊 夫子步 已步 夫子去 已去 夫子持 已持 夫子 奔逸绝尘 而回 称若乎厚矣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呀 孔老师 您往前走啊 我们在后不就跟着也走 您快走呢 我们在后面也跟着快走 说您跑 我们跟着也跑 可是您一使力 这爷庆一跑 跑没了影了 我们在后面跟不上了 就瞪着眼睛在那儿发傻了 所以有人呢 就根据这几句话 就说了 说这个一步一趋呢 就是孔子跑得特快 他这些学生啊 在后面都跟不上 如果照这么说 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 是个运动员出身 其实啊 并不是这个意思 奔逸问孔子这话 这里面是带有寓意的 其实奔逸通过自己问这话 要说明一个道理 孔子就听明白了 孔子听奔逸这么问他之后 孔子反转身来问奔逸 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 运回就说了 说老师啊 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 说比如您走 我们在后面跟着走 这就好像是啊 您讲话 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 这是这个意思 再一个呢 说您快走 那么我们跟着呢 也快走 就等于是 您用你的道理 在讲解人生 辩解世事 那么我们也学着您 讲解人生 辩解世事 那么您跑 我们跟着您也跑 跟着您也跑 是什么意思呢 就您 可以讲大道理论 向世人传播 您的思想 您的观念 那么我们呢 也学着您 传播您 您的思想 您的观念 可是到最后啊 您得一跑起来 一加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过来 分享我们 这篇文章 大家一直 我们跟着读一下 请问同学 我请问同学读一下 把这段话读一下 可以吗 哪个同学愿意读一下 把这个反 我定义的这个地方读一下 好不好 哪个同学愿意 举一下手 哪个同学愿意 说啥 你多一下 就这 这个东西吗 对 试一下 哪个同学愿意读一下 不愿意 强迫 强迫也没什么意思 只手呗 只手呗 好不好 哪个同学愿意 哪个同学愿意 都不愿意啊 都不愿意读啊 不然学古文吗 丹利 你读一下 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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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话筒了 没听到你声音 丹利 环 除街山野 其西南诸风 灵鹤 有美 望之 滥然 而身 丹利 绣者 梁 梁 梁 雅 雅 雅野 山行六七里 见闻水 深 蝉 盾 蝉蝉 蝉蝉 而 剑将者 梁 気 可 梁 泰 梁 泰 绿泰 5回 路 监 増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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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守于克来隐于此 隐少折罪 然而年幼最高 故自好曰 罪翁之意不再久 在乎山水之乐 以山水之乐 得知心而欲知久也 很有勇气读 没关系 我们第一次读 不然你们在以前 在家里没学过我英文 读这个样子也不错 继续加油 读读 这都是熟人生巧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语 你不去读 远远是个神书的 你读读几遍呢 自然就熟练了 老师也是人 这本古文光子 我在学校里头没有了 没有人教我们 那我年少的时候呢 因为家乡比较落后 没有别的东西搞娱乐 我就买了一本古文光子 后来丢了 现在买了在救赎市场里 把五块钱那几块钱 买那本你的新的 都去读一下 同学们 正好把这篇的时候 给背下来 凡楚 注意话语之间 你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他一个词 一个词的 凡楚皆三言 凡楚皆三言 也呢 他就是以前中国人讲话 就是这样子 之后来呢 我们受这个蛮语 普通话的影响 这一点就没有了 他就是讲话的时候 就这么个口吻 我们的几百年前的老主人 他就这么讲话的 环珠皆三言 其西南珠峰 灵鹤优美 望着蔚然生锈者 狼牙也 三行六七里 见闻水生残常 谢处于两风之间者 亮泉也 峰回路转 有庭依然临于泉上者 最问庭也 坐庭者谁 三之胜至先也 名字者谁 名字的作动词 一般姓名姓名 怎么样呢 它是名词 名字者谁 太守自卫也 自己这么说自己的 太守与客来以于此 太守就是欧阳修嘛 与客来以于此 因少则罪 年幼最高 不知好悦 罪闻也 罪闻之意 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 德之心 欲之久也 注意这是一个 你要读读 注意一个名词 一个名词 叫什么 你不能拆开 那你读了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到了 读读 书读百变起义自现 把这句话记下来了 书读百变起义自现 这是读现 现出来的现 不是指义自见 把它写一下 书读 书读不是说物理学的书 是这种中文的书 这种语文的书 知道吗 比如说你那个物理学 我给一本高等数学 或者说 给一本什么天体物理学给你读 你读百变 你读千变也读不懂 就把这个书读百变 这个书 诗指文学的书 中国的古书 书读百变起义自现 背下来了 书读百变起义自现 明白了没有 若父日处临飞开 日处呢 若父没什么意思 若父在 比如说我给你 啥意思 丹尼 王丽萍 安什么意思 我安几下是什么意思 各位同学 林诺德 什么意思 安几下是什么意思 我安了几下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他同学说 若父日处 你们把那个作文打开了 把那个作文停记 我昨天发给你们了 你打开一下 看你们的 一模一样的 你的文件跟我的文件 是一模一样的 你电脑打开 没办法 先搞完这堂课 我们下次再画 若父日处 你们会开 若父呢 就是我跟你 你们 什么意思 就前面拖了一句 拖了一句话 每个人讲话呢 他前面会 蓝面会拖两个字 拖两个音节出来 你英语说 and 什么什么 and 干什么 and 干什么 然后呢 maybe you are 什么什么 还是 嗨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怎么 就是讲话之前 有一个 开端的词语 拖半句话出来 或者拖着 若父日处 若父你别理他 日处 临飞开 日处 太阳出了 临飞 就是说三种 有一些雾气 太阳一出来了 三种的雾气 就散开了 就这个意思 云归 严雪 到了下午 天要黑了 云呢 从远方回来了 严雪 这三洞 就显得了 红红暗暗了 惠明变化者 一昏一暗变化者 就早晨太阳出来 三种的雾气散了 天色黄昏 云呢 基隆起来 三种这个冬雪 就显得很昏暗 惠明变化 就是云云一暗 就是暗 云云一暗的这种变化 三简直着目 这是个自然的气候 对不对 自然的气候 自然的环境 自然就有 临飞开爱 严雪明 你不必计较这个东西 有一些人 他性格比较 怎么说 比较窄 比较 不止 天下雨 这么鬼天机 怎么又下雨了 太阳好 热的要 晒的人受不了 你听到生活中 你这么讲话没有 就是这种人怎么样 性格很固执 很窄小 就是做人的心胸很窄小 天下雨 游得了你 天出太阳 游得了你 你为什么不能够顺其自然 就这个意思 我欧阳修 虽然被比了 人生有的时候 日出 有的时候日落 就像这三间的 早早幕幕一样的 早晨 云气散开 太阳出了 夜晚天色昏暗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为什么不豁达一点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给你们计较 这些东西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不欣赏这大自然的美好呢 对不对 我发现给他降着 降着有什么用 对不对 就中文就是这时候 劝人 也是劝他自己 我不想这样子做 对 我不想这么做 虽然我不是个和尚 这时候我在人之间 我心情豁达一点 所以有些人就活得很难受 我就认识一个小姑娘 以前我在公司打工的时候 一个小姑娘 一下雨 你在骂天 一出太阳 他乱来来 他长得很瘦 身上没什么肉 一身骨头 这种活得很难受 你计较 这东西干什么 对不对 你计较在铁下 欧阳修不是这样子的 眼方发 优想 我觉得野外的花 这花草 发了就说 野外的花草 开发的时候 有一种优想 暗暗的优想 也是很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加墨秀而翻译的 这是林郑的树木 这是很好的树木 很秀美 给我们夏日 就带来了银凉 是吧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到了秋天 风上高节 也很漂亮 秋天来了 对不对 下霜了 整个树林里头 很干净 对不对 那石头很露出了 水 到冬天 要水落而石出 水水落下去了 但是石头 也写出来了 这三件字 这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三件字 四十页 就春夏秋冬 春天野外方发 而有想 春天来了 花草开了 一直悠悠的香味 你知道吗 夏天怎么样呢 树木秀美 可以给我们折营了 秋天 风上高节 万物洁净了 对不对 在风上下面 是有点冷 没错 到冬天 水落而石出 这都是世界的美好 这多豁大的修法 你不要觉得 古人比现代人要傻 古代的科技 是要落后 没有iPad 对不对 没有小车 没有飞机坐 这是真的 但是你不能说 他们怎么样 他们的人生 智慧 就比现代人要差 你不能这么说 早而往 末而归 我早晨出发 我来玩一下 这里上三步 木来天色黄昏的时候 我就回家 世事之景 不同 而乐也无穷也 虽然一年世纪 风景不一样 但是 这不也让快乐无穷吗 对不对 我就算跟大家聊 这个天 我讲中国的一年世纪 如果每天都是春天 那有意思吗 每天都是春天 每天都是阳光灿烂 很多水果 你就别小时吃了 因为每天阳光灿烂怎么样呢 有些水果怎么样 你接不出来 它就冷一点的环境 比如草莓什么事 才能长出来 对吧 每天的阳光灿都是春天 草莓怎么样呢 它怎么长 如果你不打霜 不冷 那苹果能熟吗 对吧 那个梨能够那么好吃吗 那么甜甜的吗 那秋天才好吃嘛 对不对 人啊 就这时候真的 怨上帝 怨这个自然环境 甚至呢 我刚才你说 这种人呢 就是说 没有智慧 活得很难受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就这个意思 你看 我这种话 我们再请我同学读一下 哪位同学愿意读一下 哪位同学愿意把这句话读一下 举手啊 举手举手 愿意吗 锻炼一下啊 读出来没关系 锻炼一下 哪位同学愿意 亚琴 好 若夫日出而临飞开 云归而 颜血鸣 为什么 会 为名变化者 山间之潮木也 也方发 潮木也 什么 潮木 潮潮木木 不如潮 潮木也 是对的 也方发而悠香 家木秀而 凡阳 凡阴 凡阴 风霜高洁 水落而 时出者 山间之四时也 潮而往 木而归 潮而往 哦 潮而往 木而归 四时之景不同 而乐齿无穷也 乐意无穷也 乐意无穷也 好 没关系 读错了 没关系 你是学生嘛 读读练习一下 这个 朝 早晨 叫朝 朝朝 暮暮 朝朝暮暮 不是朝朝暮暮 朝朝暮暮 朝就是早晨的意思 朝呢 朝哪个方向走 你朝了 这是多阴智 多阴智 注意一下 读读几遍 读 平时在家里面读读 把这些读读 再读都背下来 我们以前都背过的 至于负责者 负责战歌与徒 至于就是个 啊啊啊 没什么意思 至于就是廉词 啊啊啊 有时候夏老师讲话 啊啊啊 我老师 你讲话的时候 啊啊 有时候习惯满 没什么意思 负责战于徒 在路上呢 怎么呢 有一些能背了的东西 负责的 不知道背什么东西 可能是背的吃的 背一点 三中间打的猎物啊 采的蘑菇啊 野果啊 不知道背什么东西啊 反正负责呢 就是背的东西 一边走路呢 一边唱歌啊 中国很多的歌啊 就这么编写出来的三歌嘛 一边干活啊 一边唱歌啊 负责歌与徒 行者修与术啊 而且这赶落的人呢 在书底下休息啊 前者护后者印啊 前面喊来后面来叫 鱼鲤提鞋 往来 不折执 除人游 鱼鲤呢 鱼鲤就是上年纪的人 摇是弯的嘛 是妥备的 我和人一妥备啊 人年纪老了啊 摇没力气了嘛 人一弯下来 你看你奶奶 看你外公外婆啊 人鱼鲤啊 提鞋 人老了呢 挽着腰 提着东西 提鞋的就提着东西啊 鞋带啊 提着东西 往来而不绝着 除人游眼 来来往往呢 正是有很多人 不会断绝 这是当地除州人呢 也在游玩啊 灵溪而鱼 牺牲了鱼肥啊 我们到了吸水阵阵呢 去钓鱼或者去打鱼啊 在吸水阵阵阵打鱼 牺牲了鱼肥啊 就是吸水很深的鱼呢 就是这种鱼 量泉为酒啊 泉香而酒裂啊 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这里的泉水造酒 那真的是好得很啊 泉水很香 造出的酒呢 很清泽啊 就这个意思啊 泉香而清裂 山摇野树啊 山摇野树是什么意思呢 山增的野味 兔子啊野鸡啊 还有杖物啊 打下来就可以吃啊 不再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 就是野树呢 就是野菜啊 就果树啊 这山中呢 有动物啊 可以打来吃啊 野人呢 一些野菜啊 就采了洗干净 吃这么吃啊 杂染呈一声 别讲究 杂染就是不讲究 随便放啊 不是说这不是在家里面啊 要摆什么酒席 要摆个什么花样出来 不是说杂染前从者 随便放这 太守之夜 你到我这里啊 朋友 我今天太守请吃饭 你们不要太计较 我们这三眼之间 野鸡野兔 就是山上抓来的 野菜呢 山上采的 而且野果什么东西啊 就野树 杂染就摆一摆一桌子 朋友给我吃饭 就这样的 太守宴 太守宴就这个夜啊 没有什么很讲究的啊 夜汉之乐非十足 喝酒喝得很开心啊 那我们玩点游戏 非四非足 就是我穷山 饿水的地方 对不对 你不要搞个乐团 来给你演奏 我在哪里去 给你找个乐团 来演奏对不对 我找个戏班子 给你唱个戏 都不行 都不行 世者一者胜啊 就是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就投了个什么 投了个小剑啊 投在那个桶子里头 一直啊 扔过去啊 扔过去啊 扔正了呢 怎么呢 就就赢了 没有扔正呢 你就喝酒 就这个意思 空丑交错啊 这杯子 与杯子之间碰 启助而喧哗着啊 有些人呢 喝得很开心啊 大什么嘛 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你在树林里头 那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拿好叫都没事 这山中呢 就是让大家开心的地方 这柄花呀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的 喝的呢 很自在啊 喝的都是啊 当地晾造的酒 你别指望啊 什么名酒啊 什么女儿红啊 茅胎啊 没有 就吐着这个地方 你别别别 这荒山野脸的 你别指望喝这些东西啊 当地造的土酒 野鸡 野菜啊 白桌啊 也没有什么乐团 音乐给你演奏啊 就是啊 玩得开心的 就是投了个竹筋啊 投在桶子里头 四者重一者胜啊 就是说 投这个一个小游戏啊 大家玩得很开心就行了 重点荒野 大家很开心 窗眼白话 颓然护其尖者 太守醉眼 有一个苍颜 就是人 苍颜就是老啊 脸色很老气啊 头发白了 像小老师一样的 抽 苍颜白发 颓然护其尖者 颓然呢 就是一个好像很颓废的样子啊 这里是一个醉酒的样子 就喝这了 颓然护其尖者 太守醉眼 欧阳修呢 一顿零酒的啊 结果他可以搞醉了 就是一个 然后同学也把这句话读一下好不好 那同学愿意 把这话读看大家是不是都认识了没有 不认识还问一下老师啊 然后同学愿意读一下 没关系读出来没关系啊 大等的读练习 一会生二会熟嘛 对不对 举手啊 举手啊 举手 啊 天作天恩 好 一读呗 对于父者 歌于图 行者修于墓 前者孤 后者印 于履齐鞋 往来而不觉者 徐人有眼 灵溪而愚 西山而愚肥 尿泉为酒 泉香而酒里 啊 山摇野素 啊 杂然而虔诚者 太守燕也 燕 燕憨之乐 非思非竹 射者中 一者胜 光丑交错 其作而 功丑交错 功丑交错 其作而喧哗着 众兵欢也 苍颜白发 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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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其间者 太守罪也 好 谢谢啊 读读练习 读练习字来就好 这个字啊 读出来 人家工丑交错 颓人 就是不熟练 熟练了就自然就好了 这除了 除 翘首 除舟 人家 地名不能改 不能读取 除 除 没事 都读几遍就行了 我们读最后 最后一段 以额西昂在山 人应散乱 以额 以额就是 刚才也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廉词 不久 以额西昂在山就是太阳快要落山了 人应散乱 人的影子很散 因为影子就拉长了 拉长落在树上面就行得很散了 太守归宾客重业 太守就是我是当官的嘛 当地的太守 我走了 宾客重业 大家跟着我来 从这个最问题去回家 太守归宾客重业 重就是跟随的意思 树林银翼 这个树林里的那个折银 银翼呢 就是折臂的意思 树林里头呢 已经没有什么什么呢 没有什么太阳光了啊 树林银翼就这个意思 树林里头没有太阳光了 名声上下鸟呢 鸟工作了 鸟不是睡觉 但是没有 是反的啊 是不是天黑了 而鸟是回来睡觉 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回来 小鸟又回来睡觉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 读学萌 不是的 你读一下诗评 一百年诗诗评 人和野兽的习惯是相反的 人晚上怎么样呢 睡觉白天工作 动物呢 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名声上下的 他们那叫小鸟们呢 就开始工作了 游人去 而禽鸟漏也 我们这些游人呢 就散去了 禽兽啊 小鸟啊 鸟呢 他们就感到很快乐 他 虽然我们的快乐王子 他们在继续快乐 他们在继续工作 然而禽鸟指山林之乐 而不指人之乐啊 禽鸟 走兽啊 非禽 他们知道山林里的快乐 不懂得人的快乐 人自从太守游而乐 人呢 小的跟着太守 太守这个人呢 很豁达啊 不计较什么东西啊 跟他在一起呢 有吃有喝有玩的啊 大家跟着很快乐 但是而不止太守乐其乐 大家搞不清楚 我欧阳修快乐什么 我为什么跟你这么快乐呢 对于我是被贬低的 贬过来的 我不是自己愿意来到楚州的 我也不是自己愿意到什么 移仓去的 啊 是被皇帝啊 他们一把一挡着把我赶过来的 醉了同其乐啊 我醉了 给大家乐快乐 心愿数以文 这 太守乐 我这个人啊 醉了呢 我就给大家一起醉 一起快乐 我醒来以后呢 我就喜欢写文章啊 表达我自己太守 我这个太守就自己干这个事情的 太守为谁 奴隶欧阳修也 太守是谁啊 就是奴隶啊 就江西奴隶 吉安的欧阳修 就是我讲我自己啊 我就这么一个人啊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就这个意思 某些人被贬了 我喜欢啊 这个人家说这个是穷山二水啊 被贬来的 但是呢 这个山河水 让我感到很开心 快乐 我很享受 这里面呢 有什么优点啊 大家注意啊 我请请大家读一下 这最后一句话读完呢 我再给大家分析优点 然后同学愿意把最后一句读一下 是就每一个字你都理解了 同学们 如果每来一些字你不理解的 你告诉我一下 告诉我一下 来同学愿意读一下 以而西昂在山 朗读一下 来我同学愿意 自由啊 自由愿意举手 举手 Lucy你读一下 好谢谢Lucy 打开话筒 你们打开话筒 你而西昂在山 人饮散乐 太守归而冰色藏也 助林阴亦 名声上下 由人去而其鸟乐也 然而其鸟知山林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人知太守由而乐 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最能同其乐 醒能处以闻者 太守也 太守为谁 如灵欧阳修也 好谢谢 好我们来读了这篇文章 很短的一个小故事 我们叫做《字文亭记》 那么《字文亭记》呢 我们首先欣赏它的优点 它在内容方面的优点 它在内容方面的优点 我们先说它 它这种心得很好的一种很好的心态 在古代社会里头一个人呢 皇帝把你贬到那里去 你敢发怨言 皇帝把你贬到宜昌也好 贬到 贬到哪里啊 贬到厨奏也好 你不能够说上道士的 因为他是皇帝的 你跟他字字歪歪 怎么能脑袋的不保 当然生朝不杀文人 但你也不应该顶撞皇上 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面 欧阳修他从小是个赤苦长大的 他从小没有父亲 跟着叔叔长大 妈妈叫他读书 读书当然读得很好 很聪明 然后考上了近世 成为了国家高级官员 他人生有起有落 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呢 他遇到人生的蓝点 他并没有抱怨 不像我们今天说 哎呀这个是怎么抱怨 这个抱怨那个 他没有 他处置太阳 随语而安 一种豁达的修复 我是来到了这个处处 但是呢 处着这个地方呢 山水呢 我觉得很美啊 西兰诸奉零和优美 你们如果是穷山恶水 对不对 我觉得三四六七的这全呢 水啊 造酒的好材料啊 对吧 我就欣赏这里 我干嘛要向你手上 那么苦的钥匙 你以为把我赶到这个厨子了 我就会苦的哈哈 我不在乎 而除了大自然的美以外呢 大自然的美好以外 我做人 什么呢 我愿意跟朋友在一起 我不是一个人苦哈哈的过日子 跟朋友啊 跟太守 我是当然太守 然后叫人一起去玩啊 在这个山水之间 我也没什么款待的啊 吃的啊 就是野味啊 吃几个野味 然后呢 吃野菜 当地照着土酒啊 我款待你们啊 一起开心玩啊 没有什么 我全部什么乐队 来给你演奏什么音乐 对不对 我们玩点小游戏啊 这回的很开心啊 然后白天早上走晚上回 我一年世界在这道 我秋天春天来了 怎么了 也鲜花开放啊 就怎么说 春天来了 夜方发而悠香 夏天 家末秀而繁衣 秋天 风上高节 冬天水落而逝出 这之间 朝 往 而莫归 这人生是一种享受 在我这里 我们也哭哈哈的 最凶 这种人生的素养 真的不 相比一些现代人 你还没有这个水平 没有这个水平 在内容方面 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大家 这真的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那么在形式方面 就文章方面呢 这是个短小的 这边短小的三文 然后呢 语言呢 整齐 通俗 易懂 你看这些话语啊 他就是一目 唐宋时期啊 那种随意的生活语言在讲话 他没有用一些很华丽的词词 你 你们可能读的是古文 读的比较少一点啊 你如果读那些汉符啊 哇 那些词语啊 你查很多字 你都查 不知道他的意思 他简直通俗易懂 很端小 语言整齐啊 通俗易懂 他成为千古名片啊 今天安徽狼牙山是个旅游景点啊 你如果去安徽去旅游的话啊 你可以去参观的诸文庭啊 但是新修的刚才讲过了啊 为什么这么呢 因为主要是因为欧阳修醒了 这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呢 是唐僧八达 欧阳修是唐僧八达 就还选入了古文光子以后 凡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啊 只要你读过书的人 今天也是这样的 只要你读完了初证 或者读完高证了的同学啊 就知道有个座文庭记 所以座文庭这个地方呢 非常有名的 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中国的旅游景点 往往是因为一些知识分子 一些文人默克啊 他们写的文章写的诗词 导致这个旅游景点呢 非常有名啊 这是我们欣赏的两个地方 要学习人家的优点啊 然后呢 那么不足的地方呢 但是心态上面一种自我调整啊 是吧 他就会感觉说这个山中的水 林中的锡 山中的野味 蔬菜 从哪里来的 各位同学 我问大家 一年世纪的风景的变化 水果 野味 野菜 请问这些美好的东西 从哪里来的 各位同学 这些美好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没读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哪里来的啊东西吗 自然而然的吗 神 神 神怎么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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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变成一个宗教老 那就麻烦了 就是一个教会里头很宗教口号的东西 那就是一点意识都没有 我宁愿不参加这种聚会的课 是上帝赐给我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床穿阳台的手在 这一日到那一日 无言无言 也无声言可也听 神的恩惠就像太阳 处洞房 就像太阳 又如新娘娘 新郎处洞房 也没有遗物啊 不得他的恩赐 这是神的恩惠 你看到了这些风景 有没有感恩的心 我跟一个班上的同学 我们上课 上了 上了几个月吧 我带他们出去玩 去玩的时候 大家朋友说我就问 同学们你看到这么好的风景啊 大海啊 红树湾啊 还有飞鸟啊 有什么感觉 好美啊 好爽啊 好美啊 好爽啊 太好了 小老师 我很喜欢在这里玩 还有没有啊 只有一个同学告诉你 我看见了上帝人 人就这么没心没肺 从小信耶稣 还涉及着教育 但是看了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 就不会感谢上帝 没心没肺的 没心没肺 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从天上 是上去赐酒 恩待我 从感恩的心领受 是吧 不是说你今天发了财才赶恩 都到美国都大学才赶 人也是没心没肺 在形式上面呢 我们呢就是说啊 毕竟呢 对语言方面呢 还有一点点 跟我们呢有些差异 这样 所以你读起个文英文的时候呢 你必须克服一点难处 克服一点难处啊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呢 把这篇文章呢 就背下来 朝一遍背下来 那你如果呢 这个是选择性的地方啊 不要大家都说啊 这个有点难处啊 以前有个同学呢 就模仿欧阳西欧来写文章啊 你做的来就做不来就不做算了啊 是吧 以前有个同学啊 叫何启生吧 他就是这样的 他模仿这个啊 欧阳西欧的这个 志文庭记 还写那篇文章 我记内容我不记得了啊 也是啊 他是南京人嘛 他模仿南京那个风景这么写啊 也可以的啊 你愿意模仿呢 就写啊 你模仿不过来 你说老师 我刚刚开始学中文了 以前学的英语 那你就不做 所以就愿意啊 但是最好呢 是呢 把它读遍啊 把每个字朝一遍背诵下来 好不好 这样子你练习一下 因为我们平时很少练习文英文 至少就说 你练一下你的中文功底 好不好 好 我们有没有怎么疑问 这个东西不懂的地方 我们就解释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祝祝礼明帮助我们 双方要换一个号 祝礼明帮助我们 看过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等身的名求 阿们